哎呀 你们来开一下子 这点子嘛 没有 晓不晓得他们 哈喽哈喽 哎呀 我终于在这个地方碰见你们了 你们 我看是 那个是妹妹 你是妹妹 今天要去 仓都 把仓都走 然后开始重视入障了 你现在走 我们不走的话 我车走不了 检查一下 出发之前 行李防好 检查一下 箱子有没有锁住 全部锁上了 箱子锁上了 然后行李防好 OK 出发 左拐上去 对 往左打一点上 如果直直地上的话 上不去 知道吧 哎 小心后放赖车 啥事别这么猛 小心倒车 走了老板 拜拜 好好 好 警官火油门上 那个老板来了 对 慢一点 慢一点 我这下插点点 再见 走了 拜拜 走 没事吧 西藏有拉萨 汤巴有德国 再见了 德国 这是要检查什么呀 天哪里 我靠这个边边停 我靠这个边边停 好不好 听到那边前面边上 再过来登记 听到前面边边 哦 好 听到前面边边 然后拿水门转来登记 这个检查核酸 检查核酸 靠边边停 多指导呀 哇 人家这个好好好 好多东西啊 这是什么 这还有工兵铲 这是啥 这是滑雪板吗 这个 这个 这个兄弟 真的是太专业了 看着 别乱动人家东西 等下人家要 要要要要那个啥了 没在偷东西的呢 这个就是出德格县的一个官卡 对 出德格县的官卡 不知道前面是不是就是藏去了 桥的那边 就是四川甘孜 然后我们过了桥 这个地方 就是属于西藏了 这个地方就是属于西藏了 进藏报备指南 我们就在这里报备 原来德格是甘孜最后一个进藏的点了 前面就是西藏了 怪不得那边那么谎 原来这个桥是金沙江 这个江是金沙江 然后现在就是查身份证 查核酸 然后就可以进藏了 要报备 好了 出了德格县没有多远 就金沙江的那边是甘孜 四川那边查了一个身份证 然后过了桥之后到这边就是进入藏去了 进入西藏去呢就是查身份证 查核酸 然后查行程马 然后因为我们因为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这边来 所以的话 我们的行程马上只有甘孜 别的地方什么都没有了 啊 遇到了一个车友 哈哈 遇到个车友 然后也是在这里检查核酸 然后我们现在身份证查核酸 查核酸查核酸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藏了 从今 我们是从 从6月22号从荷兰西洋出发 到今天7月22号 刚刚好整整一个月 终于踏入西藏的地界了 我是真服了 拜拜 我以为你要走了 我要说给你拜拜呢 来 小可爱来蹦一下来 嘿 你看人家干嘛 蹦一下 你已经正式进入西藏界了 你不蹦两下 来快点快点 比个夜快点 没有在拍视频 你从6月22号出发 到现在刚刚好 7月22号一个月整了 来蹦一下 你现在踩到这个地 用脚使劲多两下 这已经是西藏的地了 你已经在西藏的地界了 来蹦一下 来 来来来 321恭喜你进入西藏了 我刚刚碰到够啥了 恭喜你进入西藏了 恭喜我 这里跑到不容易啊 你也知道不容易啊 人家10天跑到 你一个月跑到 没有 没有吗 哈哈哈 我进到了 哎呀 今天连个西藏借来都没了 哎 今天连个西藏借来都没了 千万有 在前面吗 嗯 走了 拜拜 拜拜 走了 进入西藏了 哎呦哎呦喂呦 我们要洗章了 好 我一个月终于进兆了 金沙江 你好 317国道 哎 很奇怪哦 我记得去新加南的时候 甘孜四川那边进入藏区 它是有一个标牌的 为什么今年没牌子了 看 没有牌子了 这很奇怪 就是一个这 再往前走走看 再往前走走看好不好 这地方那热 看有没有标牌 应该有的 这关注你们 啊 你好你好 你好 你得靠边停 停到里面去 笑一跳 你粉丝来了 你粉丝来了 靠边靠边靠边又出来又出来 你粉丝来了 哎 我想拍个视频那么辣 哈喽哈喽 哈喽 哎呀 我终于在这个地方碰见你们了 哈哈哈 你们我看是哪个是妹妹 我我我我我 你是妹妹 你的车在那个在在那个福林啊 什么什么地方 啊对 撞撞撞撞坏了 没没错吧 啊没错 哎呀好我我好幸运啊 我在我在这边碰见你们了 哈哈哈 我们在这里拍视频 因为因为四川进入西藏界没有键牌 这边没有键牌 然后我们就在这里拍 关注你们两个年子妹 好像你都放弃了 啊对对 因为老在摔跤 摔了都快摔傻了 然后就想放你回家了 哈哈哈 那个那个姐姐帮我姐姐帮我帮我拍拍个视频 好 拍视频拍相片 呃先先拍个视频 就是把把这个车把你们两只妹的车 我我们那个小区的人 我逢着人去跟他们讲 我说那个河南两只妹 我好佩服他们了 哈哈哈 好大的引力啊 哎呀 你们来开一下子 这两只妹 呃没有没有 晓不晓得他们 没有啊 哈呀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没有 哎 这是今天玩法了 玩法了 就是 开始拍没有 没有拍 拍相片拍视频 拍视频吧 主要是把把这个车好好这个这个这个妹妹拍下 啊 已经拍了已经在拍了 已经在拍了 已经在拍了 这个我一直关注他们两只妹这个河南这两只妹 这个是妹妹本身的放弃了这个呃出来的 但是这姐姐的那个鼓励下现在又到了西藏了 我真的佩服他们 哈哈哈 谢谢谢谢谢谢 好了 然后再再拍一张照片 拍一张照片 拍一张照片 好的 我每天 我每天关注你们两只妹 哎呀 终于在这个地方 哎 你们 过来 我给我们俩拍 你们俩拍 可以吗 我跟你俩拍吗 好吧 我跟你俩拍吗 好 好 你看可以吗 谢谢 我就说我说肯定在地上碰不到你们 不过顺势 我们跑到比较慢 比较慢 你们坐在那个重庆才走到这个地方 对啊 你们你们知不知道还有很多辛苦 你知不知道 真的 因为走得太慢了 对哟 哈哈哈 谢谢 哈哈哈 哎呀这大哥还挺不容易的 他从这边方向过来 看到我们两个车又转回来追上我们了 哈哈哈 特意特意过来就是关心我们 然后让我们注意安全 嗯好 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的好的 谢谢你大哥 不要不要 拜拜 哎 他掉头走了 慢一点 慢一点 拜拜 哈哈哈 好的 拜拜 嗨 帐东门户 康巴江达 我们已经正式入帐了 这里是西藏的地界 因为317线上我们从德格县过来 京津沙江过来的时候 他是没有西藏界这个界牌的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来个打卡 录个打卡视频 我们 我带着我妹妹 从德格县出发 上个月的六十二 六月二十二号到现在是今天刚刚好 七月二十二号 整整一个月 我的妈呀 太不容易了 终于安安 玄玄的把我妹带入西藏界了 现在这个地界就是西藏了 哦耶 皇天不负苦心人 虽然说中间经历了很多 倒车摔车 我们俩姐妹吵架呀打架 包括我妹妹都差一点要放弃了 但是我依然拉她走 一直走一走 终于走到这里来了 所以今天非常的开心 而且我感觉我特别的有成就感 啊 因为我经历了太多流言飞语了 说我为了流量 不把我妹当一回事 不把我妹的命当回事 说我妹第一次来 尤其是上一次高反的时候特别的严重 很多人都骂我 包括私信呀 评论下方都在骂我的 你们知道我顶了多大的压力吗 然后把我妹带到这里来 但是到了西藏界 看到这里的蓝天白云 还有这大片的绿色的草原森林 以及雪山 我觉得这些对我的诋毁 这些流言飞语对我来说 啥也不是都是浮云 对不对 啊终于到了 如果不是太阳太大 我想在地上打个滚 哈哈 ok